大家好,在2023年6月16日,在美国举行的一场白米比赛上,一位12岁的短跑女孩Melanie Dawgick,以11秒67完成了白米,打破了同龄组的世界纪录。这个成绩可说是震惊世界。 在2023年6月16日,在美国 Greensboro举行的Editus HS Outdoor Nationals女子100米运赛上,位于第四道的选手Melanie Dawgick,一起步就看到她明显带出,之后更不断扩大于其他选手的距离。 在终点前已泡了第2名的选手约6-8个身位了,最后以11秒67的成绩,成功进入决赛。 而这个成绩,也使她打破了2019年美国选手Payden Payne,以11秒75所保持的U12世界纪录。 大家可能对这个成绩没太大概念,如果使用世界田地总会的分数换双表,换双成男生的成绩的话,可相当于10秒44。 一个12岁的男生跑出10秒44,你说有多夸张呢? 不少运度人用一辈子,都未必能跑到这个时间。 可能有些跑者觉得她只是运气,但其实并不是,因为在随后举行的百米决赛,她也11秒78获得第二,仍然交出亮眼成绩。 赛后有些人,说她的大波幅,有点入星Boltz的影子在里面,也就是说她的优势,是身体条件。 不讲可能大家不知道,在她身旁一同金杀的选手,不少都是高中生。 但不认真细看的话,真的看不出她比其他选手小三四年。 所以有可能是她身体比较早熟,才能在这么年轻的年纪,就创下如此阶级。 至于她将来究竟会否取得像优胜Boltz的成就呢? 其实真的很难说。 因为12岁的小孩,可能在几年后就跑去参加其他运动,或者热情不再,受伤,或其他各种原因导致她停滞不前。 不过看她的跑姿,与之前包红日本的12岁跑出11秒99的女生,三好美与相比正是好很多,所以具备的成长度巨大潜力。 有可能真的是下一个女版Boltz,而刚刚提到的10秒44,14岁男生的白米世界纪录,才10秒51。 也就是说她换算后的实力,比14岁的Boltz都要强,前途真是无可信量。 虽然女子白米世界纪录,已成风35年了,但今年来不断有选手都慢慢拉近于这个成绩的差距,所以不排出白米世界纪录。 在未来几年就会被打破,而到时候这位女孩面对的挑战,将会更大。 不值得大家看好这位女生的将来吗?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留言哦。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来到这边啦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,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,按赞并且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他们订阅我们下转 Pod未来的ó痛痕ipe。